俄军又被抓包偷乌克兰穀粮 最新卫星画面显示 俄国疑似将装载乌克兰穀的船 开到克里米亚塞凡宝港 Mexar卫星公司过去为美国政府服务 他们表示会将这些照片提供给乌克兰 作为战争罪的证据 另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 让四百多万吨的古物和油菜籽卡在尼古拉耶夫港 无法出口 欧盟就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警告 继天然气石油等能源后 俄罗斯正把粮食当作武器 乌克兰战争黑海封锁造成粮食价格上涨 这世界还没准备好 面对乌克兰战争带来的严重粮食 能源甚至金融危机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表示 如果各国再不重视粮食危机 未来后果恐怕得人类一起承担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